红十月国庆节刚刚结束 就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一位多年奋战在预防腐败第一线的老同志 长期担任北京市预防腐败局局长 北京市纪委副书记的李振奇同志 因为贪污腐败被捕 传闻他收受的贿赂已高达一元以上 为了掩盖自己的贪腐行为 他运用了多年来预防腐败的经验 要求行贿者们正心明道 行贿的房产必须分布在美国、澳洲等地 怀德自重 收受的金钱必须预存在瑞士等银行账户上 严格加教加封 妻子子女分别办理了美国和欧洲护照 所以他在国内的生活极度简朴 宁可给六个情妇每人都买房 他自己在北京却只有一套房 十年夹克穿身上吃饭拒绝高脂肪 这种的青年作风 使他成为全国反腐畅联的一面旗帜 多次做反腐畅联巡回演讲 是全国年轻党员景仰的好榜样 据熟悉情况的人透露 李振其同志能够不断获得提拔 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时刻绷紧其致先鸣讲政治这根弦 多次在大会上表现出拥护党中央的坚定立场 多次在大是大非表态时 振臂高呼 不当两面派 不做两面人 而且 作为预防腐败的专家 他对所管辖的干部层层设防 处处设假 剥夺有可能引发年轻干部权力腐败的各种审批审查权 改由他自己亲自审批 即使审批工作繁重 经常累得晕倒在办公室的床上 也不让年轻干部们有任何腐败的机会 李振其同志在国庆节期间出事 算是给祖国的生日喜上加喜 但也在小粉红们心中引发一片阴霾 他们的网上留言一致认为 应该搞清楚谁是李振其的后台 是谁在这么多年提拔和重用他 竟然让贪官预防贪官 腐败官员反腐败 是否有境外势力操纵我党的干部 选拔任用机制 谢谢大家